我们首先做一个,我做一个宣布啊,就是说我绝不接受 境外势力给我的任何资助 境外的反华势力啊,或者说境外的什么基金会啊 一分钱我都不会收 所以你要调查我的人没有,你直接已经调查过了啊 反正就是我不会接受境外势力给我的一分钱资助 但是我在B站上传的这些视频啊 那备份在这个一些国外的视频网站上 是我请求我的一个成学朋友帮我备份的 那他有一些自然流量 那么我在这个上面获得的这个收益呢 总共就这么多 总共就是这么多啊 总共就是这么多 那么 我也想把它全拿出来啊 四千多块钱 但是我没这个钱 四五千块钱 我没这个钱 你说你一个六十万大粉丝没这么 那我是因为我这个人 我虽然是一个网红自媒体啊 但是我同时是个社会主义者 我赚的好多钱都是投入到我的这个 俱乐部经营管理当中去了 我没有从我的俱乐部经营管理当中赚一一毛钱 我有一个很一个餐饮店 有一个文具店 有个公司 文化成本公司 我没有赚到一分钱 我反正 相反我投了好多钱进去 那现在 那我们这样就说 我不严格要求我自己 我也不严格要求别人 对不对 就是有一个倡议 这个倡议就是说 希望一些在境外 深在境内啊 深在境内 利用国内的良好的这个舆论环境 良好的这个文化生态 你有一定知名度影响力的 你在境外网站上面 你赚到的这部分 这个打赏 希望可以用于公益用途 公益用途 那我就做一个承诺了 就这笔钱呢 我用来履行我的 这个企业的社会职责 怎么履行呢 那我们的文具店 有很多小顾客 这小顾客呢 有的时候放学晚了 会在我们的文具店里面 待上一阵时间 那就形式上看上去 它像个碗头般 那我这笔钱呢 一百多美金呢 以及包括以后 所有的 所有的这个 通过境外的这个流量平台 这个流量变现来的 这个 这个收入呢 全部用于 我这个企业承担社会责任 我全部用于 那这钱应该是 以后都是用给他们 我 大家可以监督 可以监督 可以监督 就是说这个钱 怎么监督呢 我有另外一个 叫主义主义执勤俱乐部的一个B站账号 他会晚上拨这个 拨这个我的文具店里面的经营状况 文具店里面经营状况 甚至说我们会有一些 帮忙的一些朋友 像志愿者一样 给这个文具店里的小顾客啊 给他上一些生活常识 那么这样的一个我的这个账号呢 到时候会公布这笔钱花到哪里去 花到哪里去 这线下是可以确证的 线上也欢迎大家监督 也就是说我从外网赚到的钱 我都用来承担社会责任了 都用来承担社会责任了 我不是直接会给哪个公益基金啊 或者说给哪个这个什么 爱心的什么捐赠掉啊 我是直接一点嘛 因为我那小顾客里面很多 因为我们的文具店开在城中村 很多小顾客 家里面爸妈都打工的 本来也是这个流动 务工人员的子弟 所以给他们买零食啊 或者给他们买这个文具啊 送给他们 已经是一种社会公益了 已经是一种承担社会责任了 那么这是我的承诺 我希望 我举个例子啊 比如说马天祖啊 你这个 放暑假的时候在外网赚那么多钱 那之前赚的就不算了 就像我这样 我之前赚的这个支出的639刀 这个就不算了 你今后赚的 我建议啊 我提倡我鼓励啊 你赚的钱能够 能够就是说在国内 这个 懂吗 发光发热啊 发光发热 其他的就不要说了 其他的就不要说了 你是境内的自媒体平台 境内的自媒体的 这个工作室 平台我要求不多的 平台这个从境外的支支 收收入 这个要求不来 那你是境内的工作室啊 境内的个人啊 创作者啊 我的建议就是这样的 我的建议就是这样 尤其是一些讨论的是社科性质的 具有政论性质的 你的那个收益啊 其实有一定的风险啊 如果别人思维私人战友的话 一定的风险啊 这是我的一个建议 我的一个倡议啊 那我自己会这样做 我自己会把 呃呃 你看我三个月才赚了100刀 三个月才赚了100刀 所以你知道我那个没有什么关注的 没有什么流量的 我那视频平均一个才一两百点击啊 一两百点击没有流量的 但是我会把以后这个 呃这个 赚到的这个外汇 全都用来履行社会责任 那履行社会责任 欢迎大家监督 欢迎大家监督 我每次给他这个 这个也差不多1000块钱呢 对不对 那900块钱 呃 他们会做做一个视频来 怎么样 来来来来作证的啊 会有个视频为证 会有这个采购的发票清单为证的 啊 明白吧 然后另外一方面呢 这是第一个倡议 第二个倡议就是说 就是说不叫倡议的 就是保证的 我保证 我坚决不会在外网 我是个内网的up主 对不对 我主要 我包括我生活在这个境内啊 我主要活跃的也是这个B站这个平台 我坚决不会在外网 发布传播任何啊 危害国家安全 任何这个动摇我国的根本社会制度 这样的违法犯罪的视频内容 坚决不会传播 不仅是在境外的是什么 呃 这个公开平台上 还是在境外的私下群组里 我都不会传播 不会发布 啊 那我也希望就是说你在B站的所有的这个视频up主啊 都能做到这一点 尤其是一些社科方面的那政论方面的意识形态方面的你也能够自觉做到这一点 不要以身处罚网啊 以身释法 那 这个就是我的 呃 保证 我的一个保证 我绝对不会这样做 I won't do this kind of thing 那我绝对不会这样做 我一定是拥护社会主义 啊 拥护这个 党和国家的 这个 就讲到这里 就讲到这里啊 这个很明确的 很明确的 那我不是说我是带头的 我希望很多人跟进啊 我不要求任何人 我也没办法强求任何人 那我只是说 呃 呃 我也不是做什么表率 呃 我不接受境外势力的任何 这个 资助 呃 境外势力 资助渗透 我不接受 我绝对不接受 我知道各地有很多的支持者 有很多的我的效仿者 呃 各地有很多的这个 包括我的支持者 我的效仿者 还呃被这个 调查啊 还被 呃害怕他们被境外资助啊 被煽动动摇 那我带个头 我们绝不接受境外势力的任何的资助 绝不受他们的操控和这个影响 我 最多最多 唯一有的一点点的 就是这么一点点这个流量的呃 这个流量费 这个流量费呢 我全都用来做好事啊 全都用来做在这个呃旅行社会责任上面 好吧 其他人怎么样 那不管我的事 那就反正就是说我我希望他们能够啊 他们能够能够某种意义上能做到 那有的时候那 我有的时候就讲了 你们一天到晚去吹捧的那种什么 爱爱国大V up主 他们怎么做的吗 爱国大V 那些某些加引号的爱国大V 他在外网上得到的流量 他私下里怎么怎么样的 有的东西 你这不要轻易说 很多人说我是左人或者劳保 或者什么样的 whatever 你要看这个人怎么做 你要看他怎么做 你要看他现实的利益一分钱 一毛钱是怎么花的 那你一毛钱怎么花的 我没有几个钱啊 我真的没有几个钱 我大家也不至于说我今天就晒账单啊 等到有这个什么报税的那个结果出来 我可以把我的那个 我那个报税记录给你们看一下 好吧啊 那就这样啊 那就这样啊